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呢 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泣地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根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泣地的方式来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这个延祈舟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音乐 但是已经是在这个中文化 而这种灯的灯 以及灯的灯 在这种灯的灯 怎么能够在这里 尽管走到这个灯 一旦的灯 在这种灯的灯 将来无论 尽管走到这个灯 在这种灯的灯 对我们也无论 在这种灯的灯 下来无论 当然 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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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天边无际的一切行僧 让他们获得圆满震灯剧的果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钱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 在这个上面虚空当中 就是大家一次高的地方呢 应该这个前半这个莲花上面呢 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 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 就是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像就是 就是释放诸佛菩萨的智慧重体啊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垂念我 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 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 就是全部遣除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 像上师那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道中 让这个升起来 然后呢 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 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 不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 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息来合唱 就是全面就是观想上师 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就是在他面前一样的 就是在他面前一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住 这种行为是其为以耻的 在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难得此一生 尽及教训得 也无具智慧 若人夺地狱 则如诸所佛 宁我心识力 那么颂词当的意义 比较简单 前面我们通过几种观察方式 都已经讲了 这个人生就像是昙花 难以现实一样难得 而得到以后 胜过十万个如意宝的价值 对众生来讲 有无比的意义 意义重大 从这些道理方面 来进行思维的时候 确实是人生极为难得 而得到以后 对我们的今生来是 有极大的利益和帮助 而今生我们 依靠什么样的因缘得到呢 当然是我们千百万劫当中 积累资粮而获得的 依靠这样的非常荣幸 也就是说 极其的 这种殊胜的因缘集合的前提下 在积累当中 我们得到了 就像飞恶的大地一般 或者是两天一般 比如说有些好的两天当中 什么样的庄稼都可以成熟 我们现在获得的人生 也是如此的 依靠这样的人生 能成办自他一切重大事情 所以即生当中 我们已经获得了如是殊胜的人生 而且得到人生以后 如果没有能了知取舍的智慧 当然我们的人生 不一定能用得上 但我们在座的各位 实际上也有能了知取舍 了知善恶 了知苦乐以及世间和出世间的 种种道理的 闻思修行的智慧 就是具足这种智慧 具足这种智慧以后 一定要了知 自己未来的前提是什么样的 那么未来的命运是什么样的 依靠什么样的途径呢 才能用生用舌 获得极大的快乐 这个问题 对于智慧的人来讲 也是非常重要 应该进行思维 这样以后 我们大家都是应该知道 通过这种智慧 通过自己获得人生的价值方面 进行考虑的时候 一定要获得解脱的善缘 如果我们没有利用 这么殊胜的机会 而每天忙忙碌碌 或者狠狠恶恶当中度日 造了各种各样的恶意 那这样仍然不可能获得解脱的 反而堕入在难以忍受的 地狱恶鬼旁生 恶趣觉当中 虽然我们有了智慧 仍然还要前往地狱 那这样应该极其悲悯 非常伤心的事情 这种人就像是被一些迷诸 迷诸所迷惑的 让自己的心 完全已经失去了控制 就是这个精神 完全都已经失控了 陷入一种疯狂的状态 也就没有什么差别 因为令自己的心 已经没有什么状态了 已经处于迷茫状态当中 我们世间上也是经常有 如果自己的心被蒙主所控制 以前在印度也好 在别的地方都有这样的状况 比如说有些婆罗门 有些仙人 给他进行念恶诸 念恶诸以后 最后这个人精神都完全不正常了 然后就随着别人说什么 跟着别人去的 别人让他火坑里面去的话 也去的 别人让他河边去 让他调河的话 他也是听别人的这种祝福 所以世间当中真的一些 精神失常的这种人 我们平时看到以后 也非常的可怜 好的干擾 这个字母估olly 倒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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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种迷惑的隐患 我们以前一点也是不知道 那么现在一定要这样的独行 这样的孤独 到底是我的心里面 藏着什么样坏的东西 到底我的心里面藏着什么样的东西 当然按照五祖论师的讲义 这无非是烦恼在作鬼 没有藏什么其他的东西 佛陀在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这样的 烦恼毒蛇随在入行 在佛的仪教经当中也是这样的 烦恼的毒蛇已经睡在我们的心当中 睡在你的心里面 因此只要烦恶的毒蛇 就是藏在你的心里面 它随时喷发出一些毒蛇的遗致 所以始终让我们获得自在的机会极为鲜少的 因此我们做什么事情好像没有勇气 没有力气 没有能力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心里面没有动力 没有动力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藏着烦恼 有些人你看四五个论典全部背得那么好 而且平时的行为 考试 做什么善事的时候非常有能力 可是我们有些人造一些恶业的时候 有聪明 有能感 然后造一些善事的时候 有脆弱 身体不好 心情不好 然后各种各样的违缘障碍 就处处出现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烦恼在作怪 并不是什么其他的 也并不是你今生不正常 也并不是你最近好像出现什么事情 根本不是 这种情感觉 虽然是这样的 也并不是你终于是在这里 那么拍照 对于没有人生不正常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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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来受害我 有这样的一个理问 那么下面我们可以观察到 所谓的烦恼对我进行危害 那么烦恼我们也知道 八万四千烦恼如果从种类当中归类 五度烦恼或者散度烦恼 贪嗔痴 基督教无名愚痴等等这些烦恼 贪心 嗔心等等这些烦恼实际上是我们修行过程当中最大的障碍 也是最可怕的一个怨敌 那么这样的怨敌如果我们用智慧来进行分析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世间的一些敌人相比较起来的话 烦恼的敌人应该说是可以对治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烦恼的敌人他既没有抓住我 打我的手也没有的 然后我跑到哪里去 跟着我的双脚也没有的 还有开始诽谤我 挖苦我 说我的罪也没有的 然后他手里拿着各种兵器等等 这样的能力也是没有的 因为所谓的烦恼 大家也是应该清楚 不管是显宗 还是密宗的智慧来进行分析的时候 实际上没有颜色 没有形状 没有来去除等等 所以他的本体 实际上虚空当中的炎炎一样 根本不可能成立了一种虚伪的 这种有无而已 虚伪的一种法 这样一来 烦恼的本体本来都是不存在的 可是为什么他没有叫 没有说 也是对我如是的损害 然后所谓的烦恼 也并不是非常极为的英雄 因为烦恼 他随便懒惰 同时相应着的 所以他并不是世间的一些 好汉英雄那样 也摧毁无数个人 不是这样的英雄装饰 然后所谓的烦恼 也并不是世间的一些辩才无碍的智慈 具有崇高的智慧 睿智 没有 不是这样的 它是具有无明相应的一种新说 所以这个烦恼为什么经常 它把我困得紧紧的 一点也是没有自由的 就像是牦牛被绳子拴在庄子上 或者用他的鼻线困起来一样 那么这种烦恼 为什么它经常把我当陆地一样 经常听着他的呼唤 经常守着他的自卑 为什么我整天 日日夜夜 随着烦恼而言 这种烦恼时关心的学问 这是我现在为了 这个烦恼 我会先来 给你一替一 星期发生的 对象 说是什么 完全没有人 这个烦恼 我们 marketplace 能不是直接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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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颂词主要说明烦恼对我们的危害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一定要分析烦恼的本质 烦恼到底是什么样的自己当然有一些上师的窍诀的话 那么显宗当中有显宗的一些如梦如幻的这种观修方法 当生起烦恼的时候以这种方式来进行对治 然后修行民众的话就像我们《大圆满本来经经》里面所讲的那样的像虚空一般的见解来进行摄持 然后断除自相续当中的这些恶分别念 以这种方式来观察 这样以后所有的烦恼全部消失于虚空当中一点一滴也是找不到的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经常观自相续当中的烦恼 因为我们在这里讲的不放逸 放逸的时候自己处于一种状态当中 说明在烦恼面前一定没有抬起头的勇气了 因此平时我们世间当中也是有这样的 作为一个修行人他特别特别地静静的话 烦恼的敌人对他造危害的非常多的 如果他是中等的修行人 那么烦恼的敌人对他造的危害也是中等性的 如果他相当地懒惰 每天都睡觉 每天都处于一种昏迷状态 那么烦恼敌人相当地高兴 对你开绿灯 让你做任何一件事情 都是非常顺利的 我们修行的时候 一般来讲 非常精进的人 肯定有很多很多的违缘 这一点是一个必然规律 但是在违缘年前 最好不要特别地去执着 然后有些人 哎 我要做这件事情 会不会出现一个违缘呢 每天都是一直朝食暮想 一直都是 哎 认为会不会出现一个大的违缘呢 特别地心里面执着 但我觉得是没有必要 弘法律生也好 自己的修行应该是自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当中 还是随缘而行 这样的话 自己心里也是不会苦劳的 总的来讲 我们在修行佛法的过程当中 大家一定要精进 在精进过程当中 烦恼有时候可能对你进行损害你 造一些违缘 但是不应该自己 变成脆弱之腹 我 再不想把这些小伙行动创传来 这时候我一定要尝试一下 我只给你两个空目 是 他们有的却可以着急关系 所以你们 vehicle都要帮助 帮助就把这些瓶子 爬了说我多年就让你屈在这些东西 没有手段 是吗 我现在就要打在这个因为 那么要注意地多迷回吗 争原来当然是 像你那种心跟俩一样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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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的烦恼就是藏在我们众生的心里 众生的心里的时候 他也是相对一个非常可恶的敌人一样 就还天洗地或者随行所欲地 经常随随便便加害我们 他是怎么样的加害呢 他的这种加害方式和原地的加害方式 就是有点不相同的 那么原地的话 就是当面或者背后 就想摧毁你的财产生命等等 但是这个烦恼 它在不知不觉当中 让我堕入到地狱里面 堕入到恶会当中 而且对我加害的强度相当高的 这个烦恼就是无始以来的一直就是害我们 那么害我们的话 我们有些人可能这样想 就是我千万不能害这个烦恼 这个烦恼我不应该对这个烦恼报仇 一定要修忍辱心 这种想法是非常不合理的 这是没有这种小人的一种行为 这是完全不合理的 有人不成比 他这里说我反而对这个烦恼不成不弱 那这样的做法相当不合理的 不应当的 那么应该对烦恼进行报仇 进行摧毁 我们上师如意宝有时候讲过吧 当我们生起烦恼的时候 尽量在刚开始的时候应该对治的 如果实在对治不了的时候 应该自己呵斥自己 自己前面有什么滚棒 有什么石头 应该用恶狠狠地打自己 就是我这个人真的很坏 我听了那么多的法 我学了那么多的法 我还要生这种分别念 还要生这种恶心 所以自己对自己这样惩罚 逐渐逐渐自己的这种恶分别念减少 大多数的人有些被金钱赚的 有些是被地位赚的 有些是饮食等等 有些各种各样的硕士 一直转直 自己没有自由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烦恼在中间作怪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大乘学行人 对烦恼应该做一些惩罚的事情 有什么样的惩罚呢 当然我对自己的我执 我对自己的烦恼 经常有一种坏的在心 我真是很坏 我相续当中有这么多的烦恼 这么多的嗔恨心 如果这样的话 这些烦恼毕竟是有为法 逐渐逐渐 它的相续会隐没的 在这场上 就是烦恼人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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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